黎醋终于重返古铜金 陪无邪一起承担沉重的宿命了 此刻请允许我占一秒斜筹 二刷剧本的黎醋成了薄金 可同时三叔的坑更是升级到了钻石啊 死而复生的蓝亭 黎醋在相机主的照片里见过蓝亭这拨人 并且按照无邪说的时间线 他们早就去世了 现在他们活生生的出现 是黎醋一行人集体出现了幻觉 还是蓝亭他们是汪家冒充的假货 这一点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蓝亭本人身上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蓝亭与化名关根的无邪相识于 厦门的一次海峡两岸茶话会上 两人相谈甚欢 之后还经常互寄礼物 蓝亭告诉无邪 他和他的朋友刀刀一起去了古铜金 回来后却发现所有本该有刀刀的相片里 都没有了刀刀 也就是说 刀刀在相机上不能再成像 并且不久后刀刀就自杀了 但当时两人并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 讨论后的第二天 蓝亭就再一次出发去了古铜金 从此在无邪的世界里消失 直到半年后传来蓝亭自杀的死讯 蓝亭的离奇遭遇 和他留给无邪的书稿 让无邪开始关注古铜金 并完善了沙海计划 另外蓝亭多次提到了 居岩地区有两个著名的故事 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老子 在西居沿海得道成仙 另一个就是周牧王和西王母 在这相遇并交好的佳话 既然提到了西王母 可想而知 那个地方也必然埋藏着神秘的故事了 特定武器与技能 出来混的 要么得有主角光环 要么得有看家本领 近期大家展现的特定技能 整理在这儿了 罗雀的鱼竿 人狠话不多的罗雀 在地公用鱼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原著中没有罗雀这个名字 但是有拿鱼竿当武器的人 攻击套路和罗雀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人物形象在沙海的原著中是王家的人 不知道剧版对罗雀会怎么安排 砍剑的弹弓 砍剑是当兵的 无邪的队伍里有不少推伍下来的伙计 玩弹弓是砍剑家族里传下来的 他是用的土制弹弓威力极大 张日山的双指探洞 这是张家的看家本领 也是小哥的绝活 需要时可深入细小处探查内情 也可以轻易破解墓穴中的细小机关 但双指探洞一般需要从小练起 过程苦不堪言 陈金水的九爪钩 九爪钩是陈皮阿斯的武器 被陈家当家一代代传了下来 只是陈金水的身手可比陈皮阿斯差远了 倒斗特产大放松 一触这次重返古铜金 受到了当地生态系统的热烈欢迎 副官地空探险也跟不少小怪物打了交道 藤出不穷的奇异生物 咱们都来认识一下 藏海花 这是长在墨托山店的一种药草 自古被张家人采集用来保持长寿 另外藏海花还与张启林的身世息息息相关 在2010年末 无邪为了了解张启林的身世 前往墨托待了半年 而这个剧情牵扯到藏海花 如果现在这花出现的寓意又是个不甜的坑 咱们就把这个当作三叔对藏海花的宣传得了 贤女瞎子生在水中 散发着蓝色荧光具有攻击性 贤女瞎这种生物是真实存在的 鸡卵可在干旱 寒冷 高温等恶劣条件下休眠多年 它们所属物种和恐龙是同时期的生物 也是世界上唯一已值的可以抵挡汇水蒸住的生物 是真正的事前活化石 石鳖 对气味极其敏感 群体攻击 主要食物是死尸的内脏 也会葬入活人的身体 具有剧毒 弱点是张启麟的血液 巨型白蛇 黑毛蛇之母 体型庞大 外形惊悚 齐菲洛蒙可能携带西王母国的秘密 容易让人产生幻觉 每周四到周六晚上八点 腾讯视频沙海精彩不断 还有更多有趣科普 下期沙海小课堂接着聊哦